师傅好 全球的姬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贫甩茶房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了我们贫甩云的执行长 佳玲师姐 谢谢 很开心 谢谢师姐 师兄的邀请 谢谢师傅还有全球之音给我这个机会 是 我想因为我们在平常在贫甩云 虽然常常几乎是每天看到 佳玲师姐已经看了三年多了嘛 对 但是其实平常都是在宣传一些道物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是想要借由这个机会 好好地跟佳玲师姐来聊聊 她怎么进入妹们 以及佳玲们的一些的心路历程 希望今天好好地来聊 那我们先喝喝茶 好啊 女师姐最喜欢喝什么茶 我最喜欢喝香蕴茶 香蕴茶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很温柔 而且可以跟所有的人都相应 或是自己本身当天的心情 或者是身体的不同的状况 它马上就会进行一个调节 然后就会让我感觉很稳定很舒服 是 那我们来喝一杯 好 谢谢 谢谢 好香啊 是啊 很温柔 是的 想请问一下 你是怎么金元跟美门接触的 是 因为我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其实我在美国住了蛮长一段时间 是在美国念书也在那边工作 对 然后念书就工作 然后又生孩子 原本打算要安顿在美国 是 特别是生了小孩后 我就感觉说 小孩在长大 那需要这个中华文化的熏陶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从美国搬回来 另外也是想说可以父母都在台湾 比较就近照顾 是 对 那回到台湾后呢 就一直在找一个地方 是可以让孩子文武双全的 对 那另外自己的工作也非常的繁忙 所以呢 这个工作的繁忙 也同时让我有的时候会失眠 或者说是会觉得气血没有那么循环 还比较容易水肿等等 所以就在一个偶然的机缘呢 我就在YouTube上面 我就打这个大摩易晶晶 就找到师傅 在宗师上面 对 然后里面其实就是师傅在教我们 各种的甩的工法 是 然后我就从那个机缘去找 然后就找到师傅 然后就找到师傅带领美门 然后又找到新竹道场 然后就了解到 师傅除了在教这个气功武学以外 养生以外 另外还有这个儿童教育 刚好跟你的符合 对 就是我一直在找的 在寻找的 所以就这样子就全家一起来到美门 哇 所以你看从美国回来 一般我们在美国 如果是受西方的教育 对不对 对 一般就会比较接受 可能是接触都是西方的一些思维 或者是生活方式 那师姐对这边特别有兴趣 有没有特别的原因 或者是说对武学 其实就是期许小孩子是文武双全 文武双全 对 因为曾经看过一些早期的小说 里面就会提到说 早期的人他们如果是文书生 他其实还是会习武 因为这个书生比较静态 那有适当的这个武术的基础 他其实对于保养 然后防身都是有非常好的 而且也是修身养性 那武将就更不用说了 武将的话 他们这个早期的长辈们 他们其实都是也是文武双全 他既是会作战有谋略的将军 然后又会这个武功武术 保养自己的身体 那另外就是在文的这一块 也是他的一个内涵的修养 所以师父这边的儿童教育 就是文武双全 也是我们没门精神里面 其实不只是儿童 其实对于我们成人师兄师姐 也是这样的一个期许 所以你这样来多久的时间 大概加入道场有接近十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 那所以全家都进来了嘛 看来我现在师兄啊 还有小师兄小师姐 他们全家都非常投入在这边 那因为师姐 你这样加入美门以后 对你的工作或者是对你的生活 有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呢 我觉得在有的 就是说整体上来说 加入道场后 师父在道场的面向很多 对就是除了来教室里面学习 这个养生功法以外 那道场还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去服务的地方 那透过去服务就感受到内心无比的喜悦 比如说在道场 担个盘子擦个桌子 跟我们日常生活在家里面 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因为它也没有任何的 它不是一种责任 它也不是一种对价的关系 它是一种给 它是一种付出 那种付出是不求回报的付出 所以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 反而会产生一种很大的喜悦 以至于说那个能量会很充满 然后这个能量呢 就会再带回到家里 然后也会带到工作上面 所以在公司的处理事情上面 就会比以前更加的圆柔 然后公司的同事也会觉得 说你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个性也改变了 做事的方法也改变了 对 以前可能在公司比较属于说 因为它在公司有一个位阶 就可能就是说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你去做什么 但是在道场是一个团体的观念 然后团体大家一起共修共学 然后共同去做事情 所以也把这个做法呢 就带到工作上面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 团队的工作 团队的一起 大家一起在成长 所以我看师姐进来以后 就从你接触 接了平甩鱼 这样一个道物 后面又接了扇北法 扇北法 然后最近又接了一个名堂 好 就是说师姐接这样的道物 你还有本身还有工作 常常我看到你是义不容计 就好 我就来做 是怎么样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毅力跟决心 就是说 就是我啦 还有当初为什么会接平甩鱼的缘由 是什么 平甩鱼 就是因为看到师傅带着道场 就是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道场师傅师姐也都很努力 但是这个努力呢 他会经历很多考验 因为在修行 其实就是修那颗心 那要介事练心 所以考验不断 那师傅他是秉持着救 那这个救呢 他就是不管有钱没钱 只要遇到了就救 所以说这个心境就带着师兄师姐 会不断的提升 在这个提升的过程中 也会需要有一个入室的坐落 比如说要请购道场 那请购道场 公益团体绝对是两手空空 无钱的 没有钱的 因为它是一个公家的地方 全部是一个公家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就会变成说 会有很多的贷款啊 很多的款项要去 先去想办法请下来 然后让他在有一个地方可以凝聚 可以救人 然后我们大家在一起想办法去把 这个道场给巩固起来 所以是因为要协助巩固道场 所以当时刚好有三个顾问 他们就说 觉得平甩现在已经酝酿到可以上鱼端了 他们就建议说要创立一个平甩鱼 那这个平甩鱼呢 我们就可以把大家凝聚起来 全世界的练平甩的人非常的多 我们道场可能的人数是有这样一定的人数 但是真正受惠于平甩工的人 是很多很多 至少在十年前的数据就已经超过三百万 整个平甩传案的人数 现在绝对是可能是突破甚至double 所以这样的一个机缘呢 我们就是平甩鱼 那师傅就说 嗯 接下来就是每天团练 哦 对 所以就 就变成每天 对 就衍生出来 除了有个平甩鱼的网路上的一个平台 里面有分享师傅的工法 经法 方法和道法 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一个智慧库 智囊库以外 还有这个每天团练 因为平甩它很重要的是坚持 坚持的人师傅常说坚持的人有福 坚持的人有福 所以就是很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 就一起响应说 那我们大家就是让他不间断的 每天平甩传案 每天 然后让姿英们觉得 我们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做到 其他都是每天当场直播 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也需要很强的毅力 是什么毅力让你支撑这样子下来 因为其实主要是当时的想法 就是承接了师傅给的道路后 想的就是 我是非常的幸运 就是说 有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 然后还有一个明白的师傅 但是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 有很多的人 他可能身心上 他是可能正在 目前在一个 正在一个转换的过程 或者说他需要从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 他需要这个光 所以那时候就想 那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让透过船平甩工 让师傅的法 因为做好事我们还要有很好的方法 是对每一个人 师傅说做负责任的事情 就是对每一个人就是绝对的好 一点都不会有坏的 那就是传这个平甩这个法 给到需要的人 他们练出自己的光芒 是凭着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是很单纯 对 那也不觉得辛苦 你就不觉得辛苦吗 对 不会 是 那这样三年多下来 在平甩有没有让你觉得 因为跟当初预期的 或者是现在的结果 三年下来 什么让你觉得最感动的 或是觉得有点欣慰 或者欣慰的地方吗 有 我觉得有很多点滴 对 那可能我觉得 最鼓舞我的应该就是 我们的平甩之音 他们会回馈 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来道场 变成师兄师姐 那我去某个道场他就会说 家庭师姐 以前我都跟着你在网路上练 那感觉就真的 对 那现在因为都已经变成师兄师姐 而且也是像我们这样 就投入在义工里面 对 那 看到他们这个脸上 散放光芒 对 然后有的是从国外海外 他们会特别飞过来 对 飞过来 然后他们可能是做短期的进修 可能有的到一个星期到三个星期不等 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脸上的喜悦 然后散放的光芒 然后有的是可能没有办法过来的 比如说年龄可能年纪比较大 比较不方便 但他们会说 以前心脏里面的血管堵塞百分之九十 现在练到现在 他现在只堵了百分之三十 对 然后或者从互动的过程中会感受到 他们的喜悦 对 那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鼓舞 各种力量 就像这个很大的加油站 一下就把我瞬间充满 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无价的 无价的 真的是无价的 对 所以只一个生命 一个生命 那就已经就是很大的改变 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心目 没有错 对 所以就是不问收获 只问更衣 其实师父也是这样在教导我们 就是不用想那么多 去做就对了 不论 这一段时间